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有50次是KO对手 美罗伦有着日本超人的称呼 可见实力也是不容小失道 要知道盘场比赛是在日本进行的 虽然乌拉罕的身高占据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对手可是主场作战 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克手乌拉罕心势进行了撕弹 而美罗伦看到如此高的中国巨人 确实有点胆怯了 接下来乌拉罕马上猛冲上去 以连续重拳报道对手 而后乌拉罕抓住机会 将美罗伦直接摔飞出擂台 紧接着乌拉罕撑成追击 以高炒将美罗伦直接踢飞了 接下来双方暂时长斗抱在一起 只见乌拉罕开始利用自己巨大的体型 将美罗伦又暂时推出擂台 或许是已经被乌拉罕两次推出擂台 这也让美罗伦开始变得有所畏惧 接下来二者很快又暂时长斗抱在一起 而后乌拉罕利用自己巨人般的力气 将美罗伦又暂时推出擂台 最终乌拉罕抓住机会 以高潮外加推出机会的力量 将美罗伦直接摔飞出擂台击了 根据规则 如果选手被摔出擂台三次 就等同于输掉了比赛 美罗伦也输得心服口服 全场比赛下来 乌拉罕仅仅只用了86秒的时间 就将对手摔飞出擂台击了 而日本名将全场被填押 完全没有一点防扑的余地 而且在客场拿下了这场宝贵的胜利 也让日本关注记住了这位中国巨人 只能说乌拉罕真是好样的 也希望我国可以涌现出更多的大级别拳手 去为中国格斗添装加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精彩局赛事由我大小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